同生之后 我告诉老婆要去翻试采购棉花 其内人哭泣得像个小孩 你为啥非得去翻试啊 棉花的产地不是有很多吗 只有翻试的棉花才是最好的 产量也是最大的 别的地区棉花产量也有 但是早就被一线城市的纺织厂 或者是国营的工厂给订购了 我去的话 一斤棉花都不可能买得到 总之要小心 注意身体 晚上我多给你准备点衣服 再给你弄点吃的袋上 转眼到了第二天上午 我和袁美琴来到了 扔下这句话 求学民便转身离开 经过袁美琴身边的时候 求学民的虐待轻浮的目光 便上下打亮着他 大城市来的吗 求学民冷不丁地问了一句 吓得袁美琴就是一愣 不知觉得就握住了我的胳膊 我们是从北方会时来的 想来订购一片棉花 求学民见袁美琴握着我的胳膊 心里就是一股明火 我知道你是来订棉花的 来这里的人哪个不是想要棉花的 先去排号 等几个月再来吧 等几个月 难道我们途经两千多公里 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等几个月再来 我有点想生气 但还是耐着性子笑道 我们来这也不容易 能不能提前几个号啊 求学民冷不笑一声 不屑地说道 你不容易 谁来的也不容易 都在等凭啥给你提钱 你比别人多个脑袋啊 在我的一亩三分地 我说啥就是啥 你要么等 要么就走 我的棉花可不愁卖 说了 求学民那双贼眼 又扫向圆美琴那漂亮的脸蛋 意味深长 便卖不离去 兄弟 人家吧 没法子 我都等了两个多月了 现在一两面花没有拿走 你那算啥 我来翻试都三个月了 到了现在就给了我5000斤棉花 还是二等品 3.5亿斤 一等的棉花 看都看不到 你们这些人就是继续等 也没有用 那求学民就是个吸血鬼 不吸死你们他都不高兴 不等怎么办 这里好歹还有点希望 别的地方 你连三等品都看不到 这里现在是最大的棉花生产农场 销售大全在握 我们连农场主都看不到 还能咋办 我始终是安静地听着 这些人的抱怨跟无奈 那是没啥用的 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 接着我带着袁美琴又往农场走去 袁美琴是有戏无力的说道 我们还去农场干嘛呀 你没听见那些人说的 我们根本拿不到名花的 我觉得这就是浪费时间 还不如回去算了 我知道他现在的心情 变淡然的效果 现在回去的话 你的纺织厂就得倒闭 而我的服装厂 也会因为没面料而承受压力 你现在是纺织厂的老板 你怎么一点毅力都没有 这点困难就让你退缩了 你还能干啥 袁美琴无奈地叹了口 我本来以为当老板很容易的 谁知道会这么难 容易的话 谁都能当老板了 我这次带你来 是想让你多学点东西 能学多少 就看你自己的了 接着我便直接来到了 求学民办公室 我看屋子里也没人 便呵呵一下 也可拿出一万块钱 放在了桌上 求学民看到钱 还是一万块 这才把眼皮微微地抬了起来 啥意思呢 给你的提成 美金一等棉花 我给你一分钱的提成 这次我想订购一万吨 那就是两千万斤 你可以拿到二十万的提成 乘以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是要用价值来衡量的 二十万了 求学民怎么可能不行动 但是求学民的贼眼 在一番乱转之后 却闪烁出更加贪婪的目光 美金一等品棉花 六块提成三分 还有你的这个小秘书 跟我一个月 恶心了我 眼冒怒火 厌恶地骂道 臭不要脸 流氓 求学民那脸上 却挂出一副极度无耻的冷笑 就是流氓 想要棉花 你就得听我这个流氓的 不然你们一两棉花都拿不到 我是不着急 你们自己考虑去吧 想清楚了 晚上让他来 我后边的宿舍 我始终是想看求学民的无耻 你想的 真的有点多了 接着我把一万块钱又拿了回来 求学民却不速地失笑一声 我就是敢想敢做 你还是想想我的要求吧 我没有再跟他废话 拉着袁美琴离开了办公室 袁美琴都气哭了 我不干了 我要回家 一秒钟 我都不想待在这里 回去的话 那棉花怎么办 那可是两千万金棉花呀 别再说了 你根本就都不过那求学民 你也不过如此而已 我发现这丫头好像要疯了室的 看谁都不爽啊 你现在可是一个企业的老板 你这样怎么管理企业 一点困难就把你折磨成这样 有问题就想着解决问题呗 有啥了不起的 我已经受过当老板了 本来在大学挺好的 可现在我却要面对这么多的问题 我还只是个女孩子 那好啊 你现在可以买票回去 但前提是你得想想 累得起你父亲 还有你的爷爷吗 你以为他们创建的这个纺织厂 就是那么容易 自己想清楚 要不要继续 这我可不勉强你 说吧 我便转身离开 袁美琴也冷静了很多 于是他又快速地跟了上来 可是现在那个流氓 提出那么苛刻的条件 什么都是他说的算 不答应就拿不到名话 我们该怎么办 那就让他说的不算 换做咱们说的算好了 接着我便带着袁美琴 来到了一座破破烂烂的院子前 你先去对面的商店买冰棍吃 我去这院子里看看 别看这个院子婆 但是这里却住着一位 受人尊敬的智者 在我前世的记忆里 这位智者上过电视 他本来也是个萌场主 在番市非常的受人尊敬 连管理部的人在他面前 都得毕恭毕敬 走进院中 年约五十岁 笑容可居的男子 对我打了个招呼